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说书生百无一用 谈笑了风声 只靠那三春无乱 谈笑闻人与父很酸 大度难容便有那一胆忠感 一胆忠感 啊啊啊啊啊啊啊 也知道自徒漫漫人生路 只不过这人间 世道不该听得听 不该扶得扶 也知道难得糊涂才是福 却忍不住要为天下 天下赞赏 灯高一壶 一壶 天下赞赏 灯高一壶 一壶貼置 叫了那参参叠点 依赖我往昂的人情欢喜往一口童鸭 要跟那昂昂从冷而异我诈 那全力都忍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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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之鸟 但言谈之中他确实透露 有人图谋不轨想谋害皇上 雕虫小记自不量力 是 在林青州受何大人之托 参与炼丹药的何掌柜 本于黄铁崖是同门师兄弟 在此案中穿针引线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但由于臣一时疏忽未做防范 竟是何掌柜惨遭毒手 凶手意图何在 他们的意图就是利用何大人 把丹药带回京城呈献给皇上 何臣你有什么话说 皇上 农才对这一切的确是不知情啊 这这都是 纪大人一手安排的 农才只不过是配合行事而已啊 纪小兰说话呀 启禀圣上 臣在侦办此案过程中 确实得到了何大人的权利配合 才逐步揭开案情 何大人他忠心护主 是功不可没呀 何臣 季小兰替你说话了 你该谢谢季小兰在世啊 这 不过奴才先要谢谢皇上 谢谢皇上 谢谢皇上 季先生 何某药啊 好好的谢谢我 何大人受委屈了 季小兰 你把事实说清楚不得隐瞒 臣遵旨 此案曲折复杂一言难尽 但是彻查的结果 从奶娘的命案到药方之谜 一切迹象都与十四王虎有关 十四皇叔曾多次救阵于危难之中 一阵亲情深厚 季云 你若无真凭十句诬陷皇叔 乃是灭门之罪 你要三思啊 为报皇恩 季小兰 何惧粉身碎骨啊 季云 殿堂之上不可吸盐 起座皇上 这就是何大人炼成的长生不老之仙药 何臣 顾才在 药丹确是你炼成的 这 这丹药虽是何大人炼的 但有毒没有毒 还是个疑问 所以 臣想了一个以身嗜毒之计 请皇上恩准 你如何施法啊 何大人炼成了丹药 自然不能置之度外 让何大人先扶上一例 不就能证实他的清白了吗 你 季小兰你太孙了你啊 你正要有毒没毒 虽然不得而知 但是万一要是有毒 你这不是存心要我的老命啊 何大人 你要实在要事 从老里拉个犯人来是吗 这是干什么 皇上 臣请皇上恩准十四王爷 做第二个嗜毒之人 季小兰你放肆 季小兰你是何身份 敢要本王嗜毒 哎王爷 不是怎么知道有毒没毒 莫非王爷心虚不成 那好 季小兰 只要你们敢吃 本王有何不可 好 皇上 这药瓶里共有三粒药碗 我季小兰当然是第三人选 请皇上恩准 端三碗酒莲子茶上殿 酒莲子茶 酒莲子茶 好 端酒莲子茶 谢皇上 请问 你怎么知道酒莲子茶 哎王爷 用酒莲子茶送药 清凉爽口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本王从不服用酒莲子茶 哎三人适毒一律平等 王爷怎么可以例外呢 你这个理由说不过去呀 皇叔 酒莲子茶是你进贡入宫的 怎么你自己不愿意饮用呢 莫非王爷怕死 反正本王死也不喝 哎 何大人 王爷他不喝您听见了 那只有何大人您先喝了 你 他不要喝 您让我先来 你又要坑我是不是 哎 你看 两位既然都不肯捧场 皇上啊 那只有季晓岚自己先来了 哎 慢点 太后驾到 太后先醉 千醉 先千醉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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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先生 你明明知道这两种药混在一起 是穿肠的毒药 你却要抢着喝 你不要命了 十四王帝 你看是谁来了 你没有死 要不是季大人妙计相救 老臣早就没命了 季晓岚 季晓岚 爱家在殿后 已经听了很久 黄大夫也将全部的经过都说了出来 罪证俱灾 你还想狡辩吗 是 季晓岚 本王千算万算 今未有想到事情会坏在你的手中 皇上 臣一时糊涂 不便也罢 愿一死谢罪 皇主 我没事的 这是 启禀圣上 刚才十四王爷吃的何大人练的丹药 经过御医黄铁牙之子 林青州小神医黄炳堂 他添加了几味草药 已经化解了毒性 现在他成了补药了 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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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赎罪 罪曾该死 请皇上下旨 至罪臣应得之罪啊 好 干 干着干着 好干掉 来 多谢谢季伯 多谢季伯 多谢季伯 季大人可真是了不起呀 匠心巧步 才能偷此其愿 真是可敬可贺呀 多谢多谢 花家 尤其是最后的服药之举 迫使应提现出了原刑 真是神来之彼呀 来 咱们再为季大人干一杯 来来来 来来来 不干不干 好好好 那我们就再满饮此杯 来来来 季大人请 请大人请 好好好 来干杯 应提犯了这么大的案子 罪该除此 是 皇上 只盼了他终身监禁 真是 仁后之君哪 皇太崖无罪开示 皇美堂继承了一鱼之职 还配昏香草 这也是件大大的喜事啊 是啊是啊是啊 这厨子坐着 何大人和福大人 怎么还没有来呀 就是啊 他们这两个 这次出了这么大的洋相 我看他们是不敢来了 我看他们是不敢来了 我看咱们别听何大人好不好 好 对 我们还要同朝为官 这件事咱们就让他过去了 来喝酒 来来来 吃菜咱们就喝酒 来来来来 季大人 请您干这杯 好 好 干杯干杯 干 怎么办 老弟 咱们俩就不要互相埋怨了 何大人 我不是埋怨的 可这功劳全给季晓兰抢去了 这口气你咽得下 我可咽不下 你以为我心里就痛快 我也窝囊 这辈子我就没怎么窝囊过 我 话又说会的 极有何用 气又有何用 那 不是我给自己吃宽心玩啊 对我们而言 也许就是塞翁师马燕之非福 可对季晓兰 那就是 福西获所依 行老弟 有掌机 好 好好好 咱们走着瞧吧 好戏 还在后头呢 对对 还在后头 还在后头呢 走老弟 我爱你 我爱你 对 我爱你 你也不疑 我爱你 的 许位 我爱你 这样 炸道 老弟 你也不疑 我爱你 老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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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快快快 尝尝来 好好 皇上请预来 东坡之宴啊 是的 我只见过宫里藏宴的东景丛星 像这样的肃星雕龙 朱沙雀眼 紫袍金带 实属罕见啊 可谓是传世之珍宝啊 皇上是你啊 万岁乃国王今来第一文才皇帝 如今有了这东坡古宴 必定更加文才飞扬 这将传为千古佳话呀 纪学师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啊 真是天下事什么也瞒不过皇上的盛眼啊 哎万岁能否让臣爷看一看这帮古宴呢 宋朝第一才子之物 当然得由我大清第一才子来鉴定了 来上来上来 谢皇上恩典 万岁 谢皇大爷 季先生 你可不要看走眼了 我请教过皇上 此夜确实东坡一物啊 哈哈哈哈 臣大胆禀告皇上 此宴乃宴品啊 记下来 你可不要心口词黄 皇上 您请看 这宴台的内侧 刻有德笔专须四个字 这上面的确有这四个字 专须乃上古三皇五帝之一 那就对了呀 这正是苏东坡献给 宋氏皇帝的宋词 这有什么奇怪的 可是 东坡先生一生效忠宋神宗 神宗皇帝的名字叫赵须 是问东坡先生 怎么可能把皇帝名秽中的一个字 刻在这宴台之内呢 纪晓岚言之有理 臣子必会天经地义 宴有地名必是宴庭 纪先生 靠大爷 你真是 真是只有一双慧眼哪 佩服 佩服 谢何他很夸 何某真是惭愧 皇上 您看这儿 有异色 您看 您看这儿 障眼法的雕虫小技 皇上真是慧眼如炬 原来您早就看出来了 这是后人在上面 烧了一层风泥 为了保护古炎 是的 是的 皇上圣鸣啊 这样一来 皇上是还了奴才一个清白呀 否则 一阵之间 这的确是东坡之物 季晓岚 你这回可看走眼了 哦 哈哈 何代 这泥风是你自个儿烧上去的吧 你这是故意给我难堪啊 你这是自找啊 皇上 臣季晓岚学业不经鱼目混珠 险险迷蒙了皇上的圣言 请皇上恕罪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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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想追究你差点冤枉好人 不过 和珅 晋献古宴有功 我赏你皇马罐一袭 你替他穿上就行吗 谢皇上龙恩 谢皇上 谢皇上恩典 谢皇上 真是委屈你了 哎呀 哎呀 把这给和蒙穿上吧 嗯 黄马罐 皇上刚才说 你给我穿上 哎呀 皇上 臣想起来了 我还有一事要禀报皇上啊 是是是 臣昨天在琉璃厂 也看到了一件东坡之物啊 哦 是哪家古玩店铺 这么巧啊 是是 是一个小摊子 不是什么店铺 呃 除了我没人知道这是东坡之物 除了我没人能找到那个小摊子 呃 如果臣去迟了 怕有人把这东西买走 那可就成了千古的汉室了皇上 哎 你可看他真切 一清二楚 哎呀回皇上 现在东坡遗物大都已经绝迹了 哎 就是 农才竞献的这方古宴 也是花了十年的功夫 踏破了琉璃厂的门槛才寻得的呀 哪那么容易啊 呃 这分明是季下兰的脱身之计 即便他想走 也啃起皇上 先让他给奴才穿了皇马褂再走 季先生 啊 请吧 穿上皇马褂给我 哦 哦 是 哎呀皇上 哎呀 臣怕夜长梦多 万一这宝物被人够去了 那皇上您敢就看不见了 一个靖晓岚哪 朕现在就令你去够取东坡之物 但是你要是空手而归 呃 臣 臣愿为何大人更衣脱靴 哈哈哈哈 真的好 快去快去快去 快去 谢皇上 不过皇上 啊 就这么让他走了 你看奴才这事 哎呀 要是这个季晓岚也能像你一样 为朕构徐剑东坡之物 朕就心满意足了 哈哈哈哈 只要皇上高兴 奴才这点事算什么呀 哈哈 皇上 您真是慧言如许呀 哎呀 哎 这个不错啊 季先生 这个不错啊 哎呀 季先生 你不是说好陪我出来玩的吗 你怎么满脸愁容的 你呀 你就知道玩 你知道吗 皇上向我献期要苏东坡 啊 要苏东坡 是啊 那个讨厌的和珅 给皇上 找了一件苏东坡的古宴 皇上还不释手啊 哦 我知道了 原来你也是出来找古宴的 我跟和珅打了赌 我也要找一件苏东坡的东西 献给皇上 就在这种乱糟糟的地方 您想找到苏东坡的东西啊 是啊是啊 哎呀 这京城的古玩店 大大小小我全熟了 别说苏东坡了 连苏西坡也没有 这下我惨了 哎 你知道吗 我要是找不着苏东坡的东西啊 明天就得给和珅更衣脱靴 你要给和珅更衣脱靴啊 是啊 那你的手上 就会有和珅的脚臭味儿了 哎 你说我季晓岚 是不是宁肯把双手剁掉 我也不能给和珅更衣脱靴啊 对啊 那才是我心中的季晓岚嘛 去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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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他们成意啊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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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何大爷来了 啊 哈 真是不是冤家不巨头啊 小月 哎 何大人啊 小月姑娘咱们真是有缘哪 对啊 就是有缘啊 怎么样 看成什么了 哇 喜欢什么我买来送给你 好啊 那我就谢谢何大人了 哎哎 来 这边看看 哎 哎 何大人 这个不错啊 我喜欢啊 这是假的 假的 哎呀 哎呀 老板啊 你这可是件宝贝啊 啊 先生啊 你可仔细看看 可没看到了脸 哎呀我怎么能看走眼呢 这是苏东坡用过的东西啊 是吗 好好好 这个 好 难得难得 季先生 嗯 太难得了 季先生 季大人 啊 何大人叫你呢 哎呦 何大人该死 该死何大人 哎呀不知道何大人到来 真是有眼无珠 有眼无珠啊 季先生 不要转弯抹角的慢合蒙嘛 哎呀不敢 不敢 刚才先生专心致志的在看什么呀 哦 哦 什么宝贝啊 没什么 没什么 嗯 哎小月啊 哎 你还不陪何大人去逛逛街 哎对了 何大人刚才不是说送我东西的吗 走啊 哦 那快请吧 好 请吧何大人 那季先生告辞了 哈哈哈 告辞告辞了 何大人 哈哈 您看宝贝家有唯一一个好多东西吗 何大人快点啊 哦好 我这就来这就来 哈哈哈 老板啊 这件东西我要了 啊 这是苏东坡用过的鼻戏 我出五百两银子 嗯 我现在没带钱 好 我去给你拿钱 东西给我留下 记住了我叫季晓兰 哦 这是季大人哪 哎 这我可以得说真话 这是假的 噓噓噓 真的假的我还不清楚吧 啊 咱们闲话少说 我去取银子 谁要也不给 好 给我留着 一定明白 哎 记住了 哎 留着我这顶乌纱帽 可全纸杂了 啊 哎 一个一个一个 告诉我 哎 这么多 我看到眼睛都花了哎 怎么样小月姑娘 看中什么了 我全部都看中了 那好 那我就全部给你买下来 好啊 那先谢谢何大人了 哈哈 都不比喜 真让他找到了 你没有看走眼 没有没有 姐要来啊 把回忆拿钱了 同家五百两拿 好啊 行啊 季晓岚 还真让你找着宝了 你想讨好皇上 想免去为我更衣脱鞋之乳 嗯 何某要来个杰足仙灯 小月姑娘啊 你和季大人配合的 真是天衣无缝啊 啊 何大人 您一定是误会了吧 大人大人 就是这件骨骑 刚才那位先生看中的 就是这个物件 对对 这个鼻息我要了 这鼻息不卖 你说什么 这是季先生订好了的 他给你多少钱 五百两吧 我给你八百两 银票 老板 老板 银子 何大人 您也看上此物了 是的 真是巧了 我已经买下来了 季先生也看中此物 哎 我跟皇上说的就是这东西 嗯 老板来 五百两银子 慢慢慢慢 我刚才已经把它买下来了 此物现在归我了 哎 这不对啊 何大人 您怎么能跟我跟我抢东西呢 哎 不能这么说话吗 嗯 我当时买的时候 并不晓得你已经看中了 这 老板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跟你说过 我去取银子 这东西已经我定下了 不能给别人 银子 收下 把东西给我要回来 这何大人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这种买卖已经成交 岂能反悔 哎 哎 鸡先生 告辞 何大人 您这有点强买强卖呀 谁让你不揣着现钱呢 哼 缩脱乌龟 你骂我呢 那你说我骂谁啊 我看你连和声音跟寒毛都不敢碰 自己看中的东西又被别人掐走了 是是 咱回家吧 来 换银子拿来 鸡先生 明白了 鸡先生 这趟琉璃厂 腿都溜酸了 恭喜大人够得宝啊 这趟琉璃厂 都算不许此行啊 都算不许此行啊 刚才 没来得及看 这回啊 得好好看看 好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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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放了一样 来啊 啊 妳啊 她帮她 那啊 你也不想到你这种东西啊 LOX 混奴才 这是验评 验评 假的 小的实在是不知道啊 好好好 既然你认为是宝物 那就送给你了 小的拿的没用啊 没用 当贪员总可以吧 当夜狐总可以吧 谢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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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走了 那八百两银票 小的这就拿回来 去要回来 要回来 算你聪明 接下来 行啊 行行行 这回合我算栽了 可是 明儿 我看你拿什么进献皇上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安心平身平身 谢万岁 是 季小兰 东坡医宝带来了吗 朕等着瞧呢 好 启禀皇上 臣听说何大人昨天又得了一件宝物 是东坡先生的真品 也要呈献给皇上 那就让何大人先来吧 何大人 何大人 何爱卿又得了一件东坡真品 哎呀 快乘上来让朕欣赏欣赏 不是皇上 我 你小兰 我哪里要上东坡真品 又说八道 何大人 昨天我可是亲眼看见 你买了一件东坡先生的真品 水天一色的笔戏啊皇上 你还舔着脸说 昨天你分明是你骗子 水天一色的笔戏 那必是传世的佳品 何爱卿 快乘上来让朕欣赏欣赏啊 不是 回皇上 他是这样 这个季晓岚真是狡猾无比 昨日在琉璃场 他硬是引用奴才上了个大当 奴才花了八百两银子 买了一件宴品 惭愧 鉴定古董 你也算是行家了 居然也会上当 很有趣啊 只是害得朕白白的高兴了一场 皇上 您也别太失望 您怎么忘了 季晓岚 不是答应 要献给您一件东坡真品吗 季晓岚 你可不要忘了 为何某脱削的承诺 我没忘了 那是季晓岚 嗯 你答应朕的那件东坡之宝 带来了吗 嗯 齐奏皇上 臣带来了 哦 这是何物啊 啊 季晓岚 别以为在琉璃场和某一时走了眼 这满朝文武当中 懂得古玩的也不少 啊 只要 有一位大人 说你带来的这东西是赝品 这欺君之罪 可不是闹着玩的 嗯 谢何大人提醒 皇上 臣带着东坡之物货真价实 在朝的各位大臣 如果有一人说他是假的 臣 愿为何大人脱靴子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只要季晓岚把那东西拿出来 我们就说他是赝品 放心 咱们一定会帮何大人出这口气 季晓岚呈上来吧 遵旨 好 皇上请看 东坡肉 何大人说对了 正是东坡肉 小吽 这个 好 可不求请 和大人请 何大人 何大人 您又生谁的气了 没问题了 你先坐 不会是季晓岚吧 不是她还有谁 那天在琉璃厂 她害得我花了八百两银子 买了一件宴品 她呢弄了一碗东坡肉 居然蒙魂过关 皇上还夸她敏雪巧思 我能不生气 凭着这个季晓岚搞风搞雨 我们拿她没有办法 可这一回我给出大人一臂之力 没那么简单 谢谢你了 这个季晓岚比泥球还滑 闹不好啊 抓不着鱼 翻弄了一手泥 大人 您请看 石头剧 这是什么书啊 此乃一部反书 是我刚刚搜到的 反书 此书又名洪楼梦 洪者朱也 正是暗喻朱氏明朝 书中亦有反亲复鸣之意啊 就这么急 这部书好像没写完呢 大人 写书的人叫曹雪芹 这原稿 在她临终侍女香芸手中 香芸 香芸 到处打听季晓岚的住处 我猜她一定想把原稿交给季晓岚 可季晓岚能收下吗 大人 这部《红楼梦》乃古今第一部奇书 季晓岚若是一睹 必定爱不释手啊 到时候一定会私藏这部书的 老弟 你可给我送了一粒宽心丸啊 石头记 红楼梦 好戏 开场喽 先生 嗯 喝茶 好 阿姐 你知道吗 昨天我们在琉璃厂 是怎么秀里合身那个狗官的 笑死人了 好笑吗 先生不仅让和珅出了丑 今天啊 他巧用了一碗东坡肉 就免得给和珅更衣脱靴了 是吗 不好笑啊 先生认为好笑吗 你们在说什么呀 莫丑认为 先生不应该以和珅为敌的 可是像和珅这种大坏蛋 就该好好地修理他 就该好好地修理他 才让他知道我们季先生的厉害啊 没错 和珅是个大坏蛋 可是一旦他受辱 一定会报复的 怕他什么嘛 比文的他比不过我们家先生 比武的他比不过你阿姐 再说了 还有我杜晓月呢 先生一生的报复 满腹经论 正要补助皇上 造福人去 如今却为了和珅 这样一个小人的冒险 值得吗 先生为了要逞一时口舌之快 而万儿本身的重任 莫愁是还太失望了 阿姐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先生啊 莫愁的话有道理 阿姐骂先生 先生还说阿姐有道理 我季晓月很久都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 先生 君子是容易斗不过小人的 莫愁 谢谢你 你的话 我会鸣刻在心的 你再说 我才请你 两位爱卿 皇上 这次朕陪着太后去泰山 朝里的事就请二位多费心了 奴才等敢不鞠躬惊罪 皇上 有几件反书案 必须立即查办 又有反书了 对 一是徐树葵反诗案 此人在诗中公然说 明朝七震天 一举去青都 什么 正明白这是要复兴明朝 去我大清啊 怎么不查办呢 之后 皇上 还有丁文斌反诗案 于腾交反诗案 红楼梦反诗案 红楼梦 是的 此书以红欲诸 将我康熙雍正二弟 骂得替吴完夫 恶毒至极啊 福干安 在朕返京之前 你要把这些案件全部查清 这 翻藏月传钞 刻印销售者一律拿下 皇上 朝中个别大臣也牵扯其中 你们奉旨行事 大臣涉案的也一律拿下 绝不宽怠 奴才遵旨 先生太后来了 小悦 你不是有东西要送给太后吗 快去 小悦拜见太后 悦了 哀家正想着你呢 太后 这是给您路上用的 好啊 难得你这个小人啊 还有这份孝心 来拿走 嗯 起驾 起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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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姑娘姑娘姑娘您看看这个 明朝没有光的手机 我又不是几个字 哎姑娘您真爱开玩笑 你手中的膳子 是八大山中的膳子 哦这啊这是他弟弟送的 八大山弟弟谁呀 九大山人 九大山人 嘿嘿姑娘真会开玩笑 官兵官人大人了 官兵官人大人了 快快快快 站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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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官兵走狗真欺负老百姓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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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bag BJ 我 gl'eo 你愿意 别走啊 快点 fact 躲里面 躲里面 metrics 快点 都是 你看 總得 又 跑 追 快 躺着这边 别站住 站住 站住 庄总 找我吗 哎 闹错人了 那你跑什么 哎 我高兴跑就跑 谁规定不能跑的 大哥 追捕要犯要紧 再让我碰上吧 绝不饶你 走 全部都是酒囊饭袋 走 那群酒囊饭袋 全部被我打发了 姑娘 你可以出来了 姑娘 07.8 河北奎 昨天便 大五湖 漫原 九月两行江上雨 天南滴北的人 讲道里的诗之计 天上就往后下沉 心存百姓的人 百姓心中自有你 说的都是你 唱的都失去 铁齿铜鸭 两片醉 吃的是下锅的蜜 说的都是你 唱的都失去 铁齿铜鸭 两片醉 吃的是下锅的蜜 走的是人间的道 扛的是屏风的鸡 铁齿铜鸭 两片醉 百姓心中有了你 走的是人间的道 扛的是屏风的鸡 铁齿铜鸭 两片醉 百姓心中有了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